在这边做水田的礼田插秧 差不多七八年左右 后来就开发了那个公路 小孩子已经长大了 长大了以后小孩子说太远了 感觉我们重安也有水田 把这边的水田就卖给别人了 卖那个易水桥 指着过去部落根做的水田 如何失去 如何迁移 重安部落的赶紧答案曾经德 带着学员走过部落的界线 从每个低名了解当时的生活 这些故事累积的就是一个部落的历史 有的年轻现在都不晓得 不问他们有不知道 也应该要有 我想要一定要带两个年轻人才知道 下一代再能够 不会往我们这个传统领域的那个地方 在部落土地逐渐被陷缩的今日 要如何重现过去的迁移足迹 是重安部落青年欧生一直想做的事情 于是用绘制部落地图的方式 将其老口述的过去画在地图上 我们调查方式不一样是 我们秉除了界线 我们因为以海洋阿美族来讲 我们没有明确的界线 不像卢凯族 排湾族 布农族 他们的猎场是有区域的 但是像我们现在放眼望去的任何的山 除了田地以外 基本上来说是所有人共享 但是不能以引力为目的 就是如果你是为了养家活口 你到了我的部落的后山去打猎 或者是采集 那部落族人是认为大自然是大家的 是对原住民也蛮有兴趣的 对他们的传统领域生活 或是他们生活的状况 然后的环境 其实都很好奇 所以想透过这次的活动 然后让他们绘制这个地图 让他们就是可以帮助到他们 同时我们自己的 就是我们参与者 也可以更了解这个部落 为了凝聚部落内部共识 欧生从去年六月 开始多次拜访族人 诉说制作部落地图的动机 透过部落地图绘制计划 号召有兴趣协助的学生 搭配部落族人的口述 将部落的地名填上 再画上过去每块土地上拥有的作物 或是部落使用土地的用途 希望藉由双方分工合作 绘制出一个从部落想法出发的部落地图 原事新闻怎么整台都成功 采访报导